你说你现在看到整个台湾国防是动起来的 包含我们成立的全民动员署 2022年要成立 然后呢美国也要帮我们忙 美国众议院版的国防授权法 它的有个非常重要内容是什么东西呢 呼吁美方与台湾进行实地训练与军事演习 这个时候当全世界都在帮台湾 台湾也想帮自己的时候 有一个政党叫中国国民党说 我们2022年的军费啊 编列太多了不行 请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我昨天看到那个 江启臣主席嘛 也是江启臣立委讲的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国防预算逐年增加 越来越高 看不到它具体的理由 我觉得真的是好笑到极点 当他在讲的同时呢 空机又有两台运码 又跨越了台湾中线 然后到了我们防空识别区 这就是这么具体的理由 我不晓得说是不是那个 江启臣主席的那个网路 可能只要是跟中国相关的关键字 就被锁起来 看不到这样的相关的字眼 所以这么明显的理由 其实在这几年 中国对于台湾的威胁 对于台海和平破坏的状况 不是只有台湾发现 日本发现 韩国发现 美国发现 G7也发现 欧洲也发现 就只有中国国民党没发现 就只有江启臣主席没发现 我不晓得说 他身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学者 一个教授 他的国际关系的follow可能 严重落后在可能十年前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包含国防预算增加 其实在这几年 我们都要讲说你要先自助才能 人家才能帮助你嘛 所以我们在自助上面 我们这几年的国防的 潜见国造国际国造这些 对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 包含说我们跟国外买的这些军购案 军购的内容 其实这都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说预算要不要增加 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保护台湾国土 我们台湾的安全 防卫保卫我们国家嘛 那你在说我觉得 最好笑的就是 那个胡锡进 他最近又在骂了 他是民进党贵人 他讲话民进党的民调就上升了 老胡要永远存在 民进党民调才有支撑点 老胡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是讲了说 因为我们有个 众议院的国防授权法嘛 说为维持台湾的 维持台湾的自卫能力嘛 那他又讲说 如果确实呢 什么美军要进驻台湾 有三万美军 他说中国就立刻要解放台湾 要战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胡锡进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就是探讨一下 其实胡锡进呢 在七月份的时候呢 因为美国的第七舰队 班福特号 其实第七度穿越台湾海峡 那时候胡锡进就讲了什么 美军每舰再穿越台海 打得你们屁股尿流 好 8月 我们在上个礼拜也有讨论过 8月27号的时候 美军首度双舰通过台湾海峡 也是第八度通过台湾海峡 有被打得屁股尿流吗 我想说 那个胡锡进呢 这个有没有屁股尿流呢 我觉得 他们自己的网友也都有骂过他啦 他每次讲了这么激动言论的时候 人家就说 美军根本就不理你 下面这边讲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台海安全上面来说 为什么国防预算要增加 因为中国对外的扩张 其实全世界都看到 全世界其实为了因应中国的扩张 其实美国的国防预算增加 我们看一下 日本的国防预算 其实它也是逐年增加 日本也逐年增加 对它逐年增加到 其实你看 它的幅度是这样子 那而且再来我们知道说 我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 今年的其实在几个月前 美日的一个那个协议上面 共同安保调议 他们共同有声明 其实就直接讲了很清楚 就是说台海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稳定性 美韩的2加2的这个会议联合声明上面 也是有讲说台海安全稳定的 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中国 其实我们当然就是体会到说 习近平现在对于内部维稳 以及他现在内部斗争的 一个情况之下 他可能要必须处理 他的这个劲敌上面 那很多劲敌上面 他就必须说 我就是转移交点啦 共击啦 或者是对于台湾的一些 精神喊话或者是战斗喊话 当然我们能够理解 可是呢 我觉得他就要看到说 如果中国真的对于台湾海峡的 一个片面改变台湾海峡的 稳定的时候 他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其实你看美国总统他其实也讲过 他们的布林肯其实也讲过说 如果中国片面对于台湾的海峡的改变 那美国是不是就不会放任 这样子的事情不管 那包含美国的民众最新的民调 52%如果说支持 那个中国如果对于台湾动物的话 他很重要 美国是愿意出兵来支持台湾的 所以你看光美国 那你看光G7上次的那个会议上面 重视台海 韩国日本都已经讲过说 台海的安全稳定 其实对于日本对于韩国 也都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如果中国对于台湾的动物 他面对的其实不只是台湾的 那个我们的武力增加 他面对其实是日本韩国 包含美国包含欧洲 会不会有一连串我们民主价值里面 相同的民主社会国家的联合 我觉得这是他们要至少去思考 所以胡锡进讲的很多话 当然他可能喊给他们自己人听 喊爽的 可是我觉得当然中国的武力 我们也不能小看 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自己 要对抗中国的一些侵扰 或者是他的共激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增加的国防 这就是我们要保护自己台湾的决心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说国民党 你正视一下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中国是怎么样打压台湾 中国的共激是如何老台 中国的那个飞弹是越来越增加的 是对准台湾 我们台湾当然要自己保卫自己 希望多国民党站在跟我们一起 台湾人保卫台湾的一条心脏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 能够好好的去支持我们的国防预算 支持台湾的保卫 好 叶元智 Cue了那么多次国民党 你还在滑手机 这题你要回答还是pass 你可以选择pass或call out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 你确定不pass吗 没有 我觉得国防预算是可以增加 没有问题 但是我就要买就是适合的武器 那现在很多人会把马英九时代 买到底做了多少军购 跟现在做个比较 其实我觉得不进攻凭 你这题在昨天别台电视台讲过 一模一样的话 对 你还拿别人的话 在那边骗通告费 我觉得不尽公平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马总统时代 那时候两岸关系就是比较稳定 但是当然中共现在不一样 因为习近平不是胡锦涛 比较凶了 当时胡锦涛看 就是美国也跟胡锦涛关系比较好 也是希望两岸比较和平 欧巴马也是亲中 对 所以我觉得一马归一马 那现在因为两岸的确是比较紧张 那当然我们必须多买一点武器 保护自己 这一点我是支持的 好 这个回答非常的好 我不是认为啊 有一句话说 不为敌制不来 为我们准备好 解冰哥我们出来讲 我们出来讲 你即便 我们出来讲 因为我们都帮你做好 我就告诉 我就知道叶元智会说 要买武器要买有用的武器 我们把所有有用的武器 明年要买的我们都要 不是 我再回答叶元智问题 其实我要这么说一句话 其实当时的马英九 也知道潜件必须要制造 但是他做了没有 他说潜件要搏造 说了半天 潜件美国造 那时候我们拉法业 已经用了20年 其实那些老旧 那时候呢 这个说幻象机的佣金 要来台湾 那你知道那时候 这个老马怎么说 他说我要佣金 那佣金拿来我再说升级 可是对方就说 我们直接把你佣金放在升级 他说不要 我要现金不要升级 后来现金都拿到了 对方不升级 一直到现在 我们自己才升级 这是第二件事情 当时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只是如此 我们当时说 扫雷舰很重要 那扫雷舰明明 宗船有这个能力 他呢却把它变成是一家 小公司来承包 就一弄我们现在没有扫雷舰 到现在没有扫雷舰 对我们现在扫雷 这是大问题 所以不要再扯 那个时候马英九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马英九在当时的军备里面 你看他在参加汉光演习 那个态度 我来了 走了 这就是他的态度啊 你说好美国虽然对中国 彼此有一些当时的状况 可是美国没有停止在武器上的研发 有停止吗 所以我觉得不要再谈这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去认识情势 我们可以去认识 马英九在当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 也就是在阿扁时代 有没有党潜舰 有没有党军事 有 那么到了这个民进党 国民党现在是江启臣的时候 天天对我们的这个军事升级 说三道四 国民党就这个个性 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你说看完这东西以后 讲不清我们干脆举实力 我们一个一个举 包含天舰 包含反潜直升机 我们来跟大家算这笔总账 为什么我们明年要多花钱呢 好当然在这讲之前 我们先知道就是说 在过去这四年当中 我们其实有很多预算 是针对所谓的就是源头打击 所以我们现在有八项武器 是源头打击 这样不够 我们还要再加强 做我们自己的海防 跟陆防的功能 这两件事很重要 所以我们最近呢 针对我们的这个 就是终于最近拉法舰呢 拉法业舰呢 已经做这个整体的 价能 升级 而且升级里面呢 就算没有法国帮助呢 我们台湾也自己 把中科院的能量放进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海舰二飞弹 那我们不是已经有海虫术了吗 为什么要海舰二飞弹 对不起哦 海舰飞弹呢 其实是从天舰来 这个空对空来研发的 那最可怕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由主动的营发 所谓中程防空飞弹 意思呢 它的射程距离呢 是十几公里到二十公里 那我们现在大概只有 对可以到三十公里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八公里 那这部分呢 这个主要是以拉法业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塔 塔江级 还有玉山的这个 玉山级的所谓登陆这个舰 那么这里面加起来 大概需要的是 两百二十六枚左右 那这里面当然就是预算了 好 不止如此 我这边补充一下 观众朋友 当然刚刚杰明哥说了一个重点 海虫术 我们现在有海虫术 我简单讲 海虫术是你看得到才打得到 就是八公里四巨内 而海舰是四巨外 就可以去做防空飞弹 第二件事情 海虫术有上货船的都知道 海虫术只能白天 做防空系统 晚上是没有任何功效的 可是这个海舰二飞弹是 日跟夜都可以防空 而且是中程的防空 你说这个需不需要 当然需要 是 这都会让我们 整个海航的部分大幅的升级 其实美国现在预算又突破了 现在突破了 你知道他们预算有多少钱吗 23兆新台币 就是第二名加第九名 23兆新台币好不好 那我们再回来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原本呢 事实上是有所谓的 H拐动C的所谓的反舰 但是他已经30岁了 他已经经过两次的增补 但是最近的增补是2000年 到现在也20年了 所以这次大笔一挥 决定采购10架新机型 就是MH-60R 而且有趣的MH-60R呢 其实这个是美国 并不是很想卖出去 那这个印度也需要 那么表示呢 中国的潜见实力增强 所以也同意台湾的购买 那么这里面 它最可怕的事情 是它的武器 它有所谓的空射雷达 就是MK-54 就是这个最中猛的雷达 鱼达 鱼雷说错了 那同时间呢 还有包括AGM-114地狱火导弹 所以它同时可以对海底下 跟海面上攻击 而且重点的事情是 它也配备了最新的 所谓的潜艇的侦测联达 最新的导引雷达 这是非常凶猛的 那估计呢 这个价格大概300亿元 当然里面 还有些隐藏的预算 没有修出来 表示呢这次台湾呢 不论是在船上面的武力增强 在所谓潜艇部分 也做大幅的提升 好 我补充一下 这个海鹰直升机啊 表示它可以做反潜跟反舰 而且上面有鱼雷 跟舰射型的飞弹 它呢在海面上的攻防一体 请问需不需要 当然需要 好 当然这里不止如此 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 像这件事我特别有感 就是43亿要做 无人机的防御系统 为什么你知道 要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以前是高射炮兵 是40高炮 40高炮打的是这样子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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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我防御 我替谁防御吗 替谁 我替的是那个 就是我们说 我们台湾最强的那种 空射的那个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机枪连 那个是就是那个 那个速度是 对对对 防震快炮 防震快炮 那你拿40高炮 蹦蹦 去防那 啪一声 那个是什么鬼 那我讲了30年 它真的是 它那个发射的声音就是 就一拍一拍过去 高弹低弹前弹后弹全都有 好那那这一次呢 更特别的事情 是要在这个离岛部分 防御 就是他们用这个 征收来台湾 来台湾 他们现在都是用 无人机嘛 所以我们决定这一次 大笔会四三亿元 要做什么 无人机防御系统 那这个防御统 保护的地方就是包括了 像是外岛啊 还有机场 还有包括飞弹阵地 那以前我们台湾 早期在我这个年代 飞弹阵地保护的 也是靠刚才讲的 动 动 40高炮 所以现在整个过程当中 大幅的提升 我们的资讯系统 不会被外露 而且可以有效的阻绝 对方用所谓的 无人机系统 来对我们攻击 好那这个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我觉得这部分非常精力 破备战力 对因为你看这一次 在这个阿富汗战争 你看到这个塔利班 为什么它有这个决战能力 其实塔利班所用的武器 就是所谓的机枪跟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破级炮 所以在近海攻击的时候 这个它携带方便 如果大规模的这个军事 军事的设备破坏的时候 其实两个阿兵哥呢 就可以带一个破级炮 直接有效的攻击 登陆的这个战舰 这个效力很大 因此我们这次一口气 买了87门的 120公里的破级炮 同时也买了机枪 花了4.28亿元 当然这是总预算的一部分 但你看出来我们实际上 从所谓的所谓的远程打击 到近海防运 一直到这个陆地攻防呢 是整个片面的 整片的全面性的 做有效的一个设置